大家好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 现在我们身处皮卡的海洋 大家好我是白石木丸唐大叔 唐大叔吉普讲的多 但是皮卡卖的也不少 因为克莱斯勒两类最重磅的产品就是吉普 还有皮卡产品线 公养皮卡它有很多定位 大概有十几个级别 但是如果看一看其实它是分了几大类的 从工作皮卡到一些高性价比的 一直到再往上面越野定位的皮卡 十几个级别还是很多人很容易搞混的 所以今天唐大叔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让大家有点概念 公养皮卡从前面几个级别 ST SXT 大概这两个级别它是属于比较基础一点的 那用唐大叔的话来说 这个属于是工作皮卡类的 那也是用唐大叔的话来说 有些核心的一些东西和科技可能找不到 那首先说这台车有的东西 第一大家看到了 这个克莱斯勒最出名的HEMI V8引擎 这台是可以找得到的 当然皮卡大家不要觉得惊讶 PandaStar就是木马人上面 那个V6的PandaStar 3.6升的引擎 也在皮卡上有 而且那台车有点小特别 配的8速变速 开起来其实熟熟的也是挺爽的 这样一台配着HEMI V8 6速变速的这么一台 其实相对来讲就工作皮卡了 提到这个也跟大家普及一下 皮卡的话一般有三种这种规格 第一我们叫Regular Cap 也就是说双门的 后面就是抖 第二种就是四门的 四门稍稍短一点叫Quark Cap 抖长一点6.4寸 第三种就我们面前这种叫Crew Cap 四个门对吧 一样大的前后门一样大的 然后后面抖是5尺7的这么一个抖 所以三种在里面选 第二的话引擎选项 不是每个级别都有 要往上面 第一的话有刚刚堂阿叔说的V6 第二有V8 HEMI 5.7的 第三是有Eco Diesel 一会儿我会跟你说什么样的级别 才会能配到Eco Diesel 现在面前比较简单这台皮卡 它是能选到V6和V8的 但是不能选Eco Diesel的 它也没有8速变速 它是6速变速的 这样一个工作皮卡 肯定有适用的人群 第一它的性价比比较高了当然 第二作为工作皮卡 你不需要很多配置 可能工作的环境也比较恶劣一点 对吧 所以是配置太多了 或者正来正去第一心疼 第二挂花了以后有折旧率就高了 这样一台皮卡很多人觉得就够了 皮卡的话因为有抖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好的 但舒适性又有点类似SUV一样 其实公安的皮卡舒适性应该是最高的 它的舒适性主要来自于 因为它前后都是用这种我们叫Coyle Suspension 也就是说那种弹簧的前后都有 然后有避震 所以它舒适性特别好 比起其他两大品牌的美国皮卡 那可能他们用的我们叫Leaf Spring 那就舒适性会差一点点 再来当然唐纳叔叔玩极谱的 所以提到改装的话 师傅或者说一些比较懂的 大家也公认这个公安的皮卡 改装起来加高一般说换大轮子是最容易的 好像GMC大家都觉得是最难的 然后福特在中间 所以大概也是顺便提一下 那唐老师说了 这样的一个ST或者SXT 它可能有些东西就缺掉了 那再往上终于来到了SLT 其实从级别来讲它是大概到了三分之一 从最低级别往上数 这个时候最重点到了SLT这个级别之后 有些核心东西了 最主要一个八速变速你可以有了 在这个基础上你是可以拿到这个车里面大荧幕 8.4寸触屏的荧幕 不像原来在下面级别 你是没办法选这个大触屏的 那大触屏的整体感觉就会高大上一些了 那这样的升级之后 其实整个的对吧 毕竟是皮卡 有时候配了V8之后 这个油耗会差一点 那我们眼前这台就是唐纳叔刚刚说的 6缸的V6PentaStar的引擎 所以它边上没有写HEMI的标志 但这样一台车配8速开起来还是挺爽的 但大家也留意到了 那轮子依然是这种小小的17寸的小轮子 然后还有一个主要的 到了这个级别还不是LED的灯 可能对有些人重要 一般来讲城市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之后核心的东西已经有了很多了 但是科技方面的这些配置还是稍稍缺了一点 所以咱们再往上就来到了运动版 运动版比较标志性的 就是它运动的我们叫Sport Hood 对吧 Engine Hood 这个东西比较标志性的一个有点运动风格 再来唐大叔说了 它就配了LED的头灯了 再来的话 它的轮骨是20寸的配轮胎 对吧 整体风格很好 肯定这个也配了8速变速了 所以运动版到了这个级别的时候 你可以选前后的DDD 前后Sensor对吧 我讲的已经入门豪华皮卡 而且其实所有核心的东西已经有了蛮多了 已经基本上不错了够了 再往上有个分水岭 这时候Rebel 对吧 好像我做的第一个视频就是讲Rebel的 再往上一个截别 其实就是Laramie Laramie 一共有三款 这是个比较标准Laramie 从前脸能看出来的 同时跟Sport一样 LED灯 8速变速 里面的PE 这些核心东西都有了 它也是用个20寸的轮胎 它的轮毂也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所以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个是个Laramie 作为一个豪华皮卡舒适性各方面 那应该是已经很完美了 那Rebel呢 完全是越野定位了 那现在这个车的高度呢 它是标准高度 这个车呢 就是开始有标配的这个升降了 另外的话 前后是金属的这个防撞 还有一些东西 这里不详细讲了 那它前脸呢 也是像运动满一样这个风格的 所以呢 这台是偏越野定位 其实也是唐达叔比较喜欢的 当然它的舒适性公路性呢 可能因为它是配16寸的轮子 然后你看这个轮胎多厚啊 对吧 这肯定是偏野定位的 下面呢 车车身下面也像木马一样 有这些保护的东西 所以这台车呢 是受很多喜欢钓鱼打猎的 这些朋友的喜欢 而且有些人对这个风格呢 就是很喜欢这个整体的设计吧 再上来呢 Laramie的下一个 叫Laramie Longhorn 这是唐达叔父亲买的一台 今年2018款呢 这个已经改款了 到包括2017下半年产的 它的前脸 原来这个前脸只有在Limited上面才有 当然如果有人喜欢这个前脸呢 有几款车 Rebel 然后Laramie的Longhorn Laramie的Limited 这几款车有 而且2018年再生产下来之后呢 可能在运动版还有其他能选到这个前脸了 到这个级别Laramie Longhorn呢 最主要是内饰 内饰呢 有牛仔风格 一般是淡色和深色的 两个棕色的牛仔风格 但是配置的主要核心东西呢 和Laramie非常像 那唯一不一样呢 它前面钩子也会有了 那再来呢 就是最最上面的Laramie Limited 唐大叔这正好没有这个车现在 但是没问题 它主要也是有两个核心东西 第一呢它有标配的和这个Rebel一样的升降 第二的话呢它的内饰是黑色的 就是很酷很黑的配一些银色的 很多人喜欢这种风格 对吧 如果你是黑酷型的就喜欢这种 或者是一个大老板那种感觉 喜欢这种黑内饰的就可以选它 那如果呢你还是要追求一点性价比呢 唐大叔建议从SLT开始看 那再来的话 其实最受欢迎的中国人也好 外国人也好 其实就是运动版 它的整体风格啊 配到20寸的大轮毂啊 还是那句话核心东西都有了 那当然呢如果你喜欢更这种酷炫一点 或者喜欢这个稍稍高大上一点吧 莱尔米那个前脸对吧 大家看到了 它是属于那种风格 所以呢就感觉比较高档一点那种感觉 再来的话呢就是说长脚牛 独一无二的内饰这个看上去真的是非常帅的 所以呢这个有很多很多人喜欢这个Longhorn 那我想要这个科莱斯最后一个核心的东西 就是升降的 我们叫Air Suspension Air Ride的这个东西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莱尔米的Limited 那黑色内饰了 当然呢你如果你自己定一台 完全Factory order 我们叫你基本上任何车都可以选到这个空气悬挂 只是说如果要标配的话 现车里面看那有时候Limited和这个Rebel 你是可以选到空气悬挂的 所以呢通过这一个视频 希望大家有一些概念 那在选购的时候呢 这个有一个方向性的东西去看 好的好的如果还没订阅呢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记得点赞 如果不喜欢呢最好不要点差评下面留言就可以了 如果朋友喜欢皮卡或者自己喜欢皮卡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 那当然了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文革华呢 可以来找唐大叔买鸡谱啊买皮卡 支持一下业务 那广告的话呢依然就这么多了 好的好的我是白石木板唐大叔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